若为君臣 亦生于金 若为父子 人生于木 若为兄弟 须生于火 若为夫妻 别生于水 这是要走桃花运啊 看来鸟鸟错过这楼瑶 未必没有更好的赢啊 秦温 这后山的路怎么走啊 完了 彻底成桃花煞了 这 细瞎子 嗯 你不是说这是班小猴为了认识大家 才举办的游猎戏戏吗 为何也不见你所说的那个班小猴 是啊 还有你三兄也不知道去哪儿 他呀 要寻个僻静处 专心不挂 快 阿玲 啊 爷 我去是吧 啊 哪儿 我去哪儿 那她呢 有没有有事哪儿 可以啊 这是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这个媒体 多的地方凑 你说什么呢 自己不也跑过来凑热闹了 那能一样吗 王家子的父亲可是车骑将军 这段时间一直跟着将军练骑射呢 今日啊 是来比试的 不像某些人啊 某些人什么呀 某些人退金都不嫌丢人 我希望你不要乱这一天 你不要乱我 你准备你 我先走 你那条路 你再走 你再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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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德自在 人人口中的白露山才子 如今也变成了常舍父 袁山剑 我告诉你 今日我不想大理你 最好给我闭嘴 无情无爱 自以自在去吧 夫子 关于长门赋 我有见解 好 我知道了 袁山剑公子 袁山剑公子 袁公子 朱贝女娘 伤人物造 伤人物造 听闻有一条路 袁山剑公子 不要急 不要急 慢点 慢点 不要急 这么短的距离你都能迷路 若是真的认不清路 听那远方的喧闹声 也能辨别啊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长这么大 我父母也说 我自小难养活 并不让我出门 你我有缘 你是我第一个朋友 这是孽缘 若不是你踢飞了我的挂 我怎能补出桃花扇 什么是桃花扇 慢点慢点 不要急 袁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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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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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以散开的斗拱 来分担承载塔身重量 果真是苗 不过是去个狼序而已 有何不过是去个狼序 感谢观看 谁 别怕 别动 抓紧我 别松手 听见的声音不过两三层之外 怎么一转眼人就没名呢 好 下去看看 往上爬 往下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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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 我这就找人来搜 老心 就算将这座山搜个地儿掉 我也必须把人找出来 林将军 你没事吧 你呢 没有被吓到吧 将军这是在冯英俊手的伤吗 就算而已 无碍 程娘子 你方才听见什么了 我方才听到他们说 说要废除 什么都没听到 你什么都没听见 明白吗 对 对 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只是 散心路过此处 你也不曾路过此处 你也不曾路过此处 今天的事情 一定要烂在肚子里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好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 林将军 今日之事多谢林将军 我的马就停在不远处 我自己回去便好了 你自己回去不安全 我送你回去 走 走 走 这真厉害 王玲 你这最后一支剑 射不射都是输 不如这样 我让让 你也不用边跑马边射 你啊 就直接站在剑靶前射 射中了我算你赢如何 真乖 好 啊 啊 啊 你 你 驾 快停下 你 驾 你 半七七 小心 快停下 快停下来啊 我也给我们下来啊 驾 驾 快停下来 阿松 阿松 阿松你上哪儿了 你快起来 别动 不能看 你有什么不能看的 车松 我跟你说啊 你都这伤症残症了 我咬你一辈子 你 不能看 这种事我在精英里面见过了 有什么不能看的 都说不能看了 偏要看 这下 你真得对我负责一辈子 就在这儿了 今日多谢林将军又救了我一次 大恩大德不知何事能还 之前还是说 在林将军凯旋之时为你吹笛 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陈娘子 当真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吗 为何 为何 林将军 这是我的玉牌 上面还有我的乳名 若若 你这乳名真是有趣啊 什么若若 鸟鸟 不过是另一半女子不见了 那若另一半女子玉牌 被那两人捡了去 就可知偷听之人是你了 你说这一半玉牌 是交给他们好呢 还是交给我吧 我觉得 都不太好 还是留给我吧 不过就算没有玉牌 他们只需回迎清点人数 就可知偷听之人是谁 那还莫想什么 赶紧在他们 点清人数之前回去 连 tang来 梁将军 你的伤 还好有旧伤 还好有旧伤 上河系统 春夏时节 人心浮动 班后费心准备了这许多热闹 那些公子女娘们都还年轻 亦是有些忘形 也能理解 怎么理解 那万家小女娘与阿玲 为了一些口舌之症 写些要了命 那陈家臭小子为此还尽险受伤 还有那些小女娘们 整天地追着原山间满山地跑 成何体统了 还有 这已经听闻了 还有几个野鸳鸯 已被查获 太过分了 这来自屠高山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 来起伏的吗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荒唐至今 不堪入目 是妾未曾管教好王陵 王后何必事事都往自己身上拦 依妾看 这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陛下年轻时为了见妾 不也爬过后院 还掉进水沟里吗 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处 闹大些动静 有何奇怪 你提那些成年往事干什么 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那自然是要重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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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圣上 我不会怪我们 要不我跟圣上说 一切都是我的错 跟你没关系 怎么与我没关 若非我她起伏大典 受伤见血 照头不想 圣上也不至于大反雷霆 那你也是为了救我呀 依我看 都怪那王陵才是 她就是因为妾妾怀恨在心 见不得我为妾妾出头 你注意点啊 你下面的口子越来越大 回去我帮你封封 圣教面前 你俩闭嘴 夫人不用太担心 宋儿也是为了救人才受伤的 圣上不会罚太狠的 我并非担心宋儿 将军今日可曾见着鸟鸟 圣上一会儿若是知道鸟鸟 也未归 如何是好 对啊 鸟鸟呢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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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将军回来了 是和程家四娘子一起回来的 听闻程家四娘子今日悬崖遇险 凌将军冒死相就使得旧伤复发 那程家四娘子已然哭成泪人了 只说要给凌将军赔命呐 他又去救陈家小女娘了 好好好啊 自身现在颇有一些 正当年的风范呐 陛下还没说呢 要如何罚他们 对啊 今日啊 本就是来起伏游玩的 少年郎嘛 青春年少 贪蛮好动 已是正常啊 再说了 朕年轻的时候 不也是 对吧 行啊 那些儿郎女娘的事 朕呢 就不再追究了 操程啊 走 与朕去看看此生 是 陛下 您慢点 安静 快起来 快起来 谢陛下 与你何干 朕爱静 请起 陛下 走 快跟真走 老实交代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险些掉下悬崖 林将军为救我 拉扯到旧伤复发 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好了 好了 就这样就很好 一会儿见到肾上 你就这番再说一次 肾上 嗯 好 林将军 你好好生修呀 我先走了 我为你儿上 你就这般待我 陛下到 子盛啊 怎么就受伤了 太不小心了 臣 见过陛下 你还不快些行礼 双双 见到陛下 还不快些行礼 陛下好 陛下 行礼前必先成名 陛下 小女 小女程绍上不通礼数 还望陛下恕罪 专前问你啊 究竟为何此伤会救伤复发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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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家 不慎落下山崖 陛正巧路过 便把他救下 牵扯了肩上救伤 是为了救人哪 郑娘子 你之前见过紫生 见过数次 所以不能置之不理 真是在问郑娘子哪 郑娘子 那你是在何处见过紫生啊 这些话陛下问臣也可以 你别说话 朕问谁谁说 郑娘子 子圣 乃骨功众臣 国之动了 如今你害她受伤 眼泪了朕 痛损一名爱将了 可知罪 陛下 臣女实属无心之失 还望陛下宽忧 若是早知陛下想吓死她 陈方才就不去救她了 陈师啊 陈师啊 此生乃国之动量 为求你家小女娘救生复发 她是你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哪 你可得记得这番恩情啊 要时时刻刻感念保大 是是是 臣自当感恩 重些 罢了 臣娘子也受了一些惊吓 你们妇女爱人 先行吞下吧 我和紫生说几句话 我和紫生说几句话 受伤 你好好说 你跟着陈娘子 正巧路过 随手已久 不足挂齿 好好好 好好好 你说随手便随手 明日啊 你随朕回宫 让孙医官 好好给你整治整治 谢陛下官爱 不过臣府上 有最擅长治爹打损伤的衣事 臣留在府中疗养即可 怎么 你的衣事 能比孙医官还厉害 想必是有人哪 想留在府上 等那个随手已久的小女娘 方便上门探病吧 我怕圣上 你怕什么 我险些就没命了 你说我怕是不怕 你怎么又晕得凌不疑 一道回来啊 我今日心里 我就 阿傅 若不是林将军救我 我真的就掉下悬崖了 阿傅你就再也见不到娘娘了 难道真的这般巧 你遇险 他便能及时救你 世上之事 就是这么多巧合 就像阿傅娶了阿母 这也是个巧合 你若娶了葛叔母 生下的就是泱泱堂子 那也不是娘娘我 若你生下严肃堂子 我孕你阿母啊 我走了 难道真是我想多了 子晨啊 定是因为这陈家小娘子 才故意留在府中智商的 一阵看来 这陈家小娘子 很冰庸嘛 而且啊 不懂理数 歇会儿 这这这个果子怎么那么的苦涩呀 陛下 前些年朝中有大臣 送给子晨娇妻媚妾 陛下唯恐子晨将其纳取 不似霍兄长般高风清阳 愁得夜不能寐 何有此事 有啊 正是担心她贪图女色 品行有损 有错吗 后来子晨将女子归还 终日不敬女色 晨日独来独往 陛下又担心子晨 着耳不群 将来必定截然一人 可有此事 有啊 正是怕她太过清心寡欲 有害身体健康 有错吗 后来听闻 子晨有星月的女娘 陛下又和那女娘先行定了亲 何有此事 真是怕家偶难求 有错吗 如今这女娘退了清 陛下又嫌她 资质平庸 陛下整日为了子晨的事情 愁眉苦脸 且觉得 只有这未熟的果子 才适合陛下 又酸又苦 向心了陛下的心 这心中的酸苦啊 有谁能知啊 子晨这孩子 从小就有命苦 陛下 妾乏了 她的舅父他们祸世异族 为了国家牺牲了一切 陛下 妾乏了 现在满朝文武 是中 干什么 有满朝文武 何须妾于女子为陛下出谋划策 陛下既然有事 妾就不送了 听朕说嘛 真是想跟你聊一聊 哦 这没有别的意思 这 这 曹成 散后善嫁 陛下到 好 审安 在外不必多礼啊 朕此刻心中有些烦闷 向着皇后替朕 私了私了 好 军国大事 妾岂敢致会 陛下还是回去 与众大臣商议吧 也不是什么军国大事 坐 朕呀 是在愁紫胜的伤而已啊 所以想皇后 帮朕捋捋 伤病之事 妾不敢做主 还是回去 让孙医官先瞧瞧吧 其实也不是 是那么伤病之事 这刚才你也听到了 此生的伤 那是因为 陈家的那个小女羊 而受的 看来紫胜心悦与她 紫胜啊 年纪尚轻 她 她能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心悦呀 陛下所言甚是 紫胜悦人无数从不动心 可见 她也并非儿女情长之人 这倒未必啊 有道是要条淑女 君子好求 那紫胜 为什么不能求啊 陛下说得对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官 紫胜爱慕家人 也是寻常事 也有些不寻常 她一定要回府上去养伤 早知如此 这又何必 刺她府邸呢 陛下言之有理 府中养伤 哪有宫中精细 不如让她进宫来 进宫来 倘若到宫中来养伤 凡事都要拘着 会不会对她的伤愈 不太好吧 陛下思虑周全 妾听凭陛下做主 妾听凭陛下做主 你来说 程家小娘子 可配得上咱家紫胜啊 陛下 这世间的女配不配 这得老天爷说了算 那陛下何必杞人忧天哪 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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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诚啊 你一个 请他们俩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可把你 老天下的眼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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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啥也不许 将军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呀 晃得我头都晕了 第几次了 什么第几次了 那个林不宜 第几次出手就鸟鸟了 对 好几次了 不行 我得再问问鸟鸟去 说去不必去问了 即便他们俩真的是有情意啊 我猜 鸟鸟也是嘴硬 不肯与我们说实话 怕就怕 我与夫人担心的 都成了真的 夫人不知啊 昨日圣上 分明是站在林将军一边 还点醒我去道谢 念起恩德 不如 今日夫人陪鸟鸟去 这去算怎么回事啊 自然是将军去 此时不用你这个阿富 何时用 这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他要去啊 噢 你这个时候 我会用这个 我会用这个 这种 我会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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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 食肾呢 阿宋还伤着 我去给他送点药 二兄翻身多有不便 我去帮 我去帮忙 快点 快点 站住 我还未云你们散 谁让你们走的 程颂不过是皮外伤 需要三个人去伺候吗 若是县边的借口 不如不说 既你们心思不在此 空留你们 倒显得不合时宜 散了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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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其他人可以走了 好吧 邵商君你留下 走啊 五字错三字 成寺娘子的造字能力 袁某实在探服 警官事多 哪有时间练字 父子又不是不知道 邵商君前脚与楼窑退亲 后脚 灵子圣便为你拉扯到旧伤复发 确实是适多啊 确实是适多啊 父子大可不必这么一样乖气的 有什么话 大可直说 我只想劝你 多学些做人道理 女子妄图利用婚姻来谋算自由之身 迟早悔之晚矣 你见识还浅 以为嫁人就可以逃离家族 便可从此无拘无束吗 殊不知不过是换个人来拘束你罢了 门阀世家大门好近吗 与楼家的局语 还没令你凡人醒悟吗 如此着急地接近您不宜 又是何必 谁 谁拿回忆 罗总 谁可以接近孤孤一了 这瞬间 你有病吧 我招你惹你了 你为何总是将人想得如此不堪呢 我也没有 我只是不忍见你 因为读书太少 不知人心险恶 好心提醒你 离灵不宜远些吧 我都说过了 你要 少商 我刚遇见阿富 他让我找你去林将军府 打谢救命之恩 父子 读书是明礼 听从父母吩咐 更是道理 我阿富让我去看望我的救命恩人 父子没有道理阻拦吧 程娘子刚退亲 便好了伤疤忘了疼 希望将来 末要后悔才好 对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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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